歡迎大家回來DSE物理樂園第六集,然後第二節,可能第三節,不要緊,我都未知我怎樣去剪這段片 歡迎大家來到新一節的DSE物理樂園,剛才說了我們常見的物理力,有四個 重量、張力、應力和摩擦力 我們處理一個具體的物理情況,我們會怎樣去做呢? 就不能不介紹一件事叫孤立體受力圖 其實學會畫Fibre Dialogam,就是解決力學問題的關鍵 好,不如我舉一個情況給大家看,我現在看到有一塊板,我打斜了它就有一塊斜板 好,我把我一個很殘舊的電話放上去,哎呀,真的會跌 它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滑下來,我又想分析我電話 一些力學的,我想分析我電話受力的情況 好,那通常情況呢,這是一個斜板的問題 DSE,或者以前的回考,都是很常問的 好,那我首先就會畫一個斜板先吧 好,那你可以就這樣畫一塊板也可以,你可以畫一個三角形的東西也可以 那去一個角度,我們叫Fater 然後,我們畫一個箱在上面,當作是電話 好了,首先第一件事,你要跟自己說 你想找C加於在箱上面的力,還是想找C加於在那塊板上面的力 你二選其一,那我就自己來講,這次我就會想畫C加於在箱上面的力 你有兩個選擇,可以在這裡畫,或者另外畫多個箱出來,再畫一個力 好了,那我現在就把剛才所教的東西展現一次 首先第一件事,這個箱在地球上面的,所以它會有一個重量 好,正如剛才所說的,我可以連上那塊板一起,連上那塊斜板一起畫也可以 我壓我憑空畫一個箱出來,壓也可以 那樓上樓下兩個風格而已,沒什麼所謂 看情況吧,那樓下孤立一塊東西,這個表現是比較清一點的 好了,那接下來 那個箱和斜板是有接觸的 那我們就會畫一個平常的力量給它 那樓下一個平常的力量給它,那樓下一個平常的力量給它 我們就會畫一個平常的力量給它 好啦,那接下來 我們會猜到一塊板在同一個箱之間的磨擦力 所以我們就會 畫一個磨擦力給它 OK,那我們就會完成了我們的孤立體受力圖 對於箱來講,這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色畫孤立體受力圖 那為什麼重要呢 我們可以理解一下 好,首先 我們說過 牛頓力學絕大部分 就是F等於MA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三個力量之中 理論上我們可以找到一個left force 那我們就可以設定它為等於MA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剛才這個情況 我可以找到那部電話 哎呀,滑下來的加速度 哎呀,滑下來的加速度 可以嗎? 起碼理論上,理念上我們會知道是這樣做的 那其實呢 其實完整的一個治療 完整的一個做法會是怎樣呢 那 第一,就是先畫一個free void diagram 第二,就是resolve 這個forse vector 第三,就是 就是 應用left force 寫於MA 去設定一些比例 那 那 樓上的三項是物理來的 第四項是數學來的 那 一般然然,我面對力學問題 我都會做這四步的 如果是一個具體的 一個物件受力的一些問題的話 那 那 講好抽象 那 不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給大家去認知一下 好 不玩斜板了 就這樣 很簡單 一件物件 一個箱 站在地板上面 好 好了 那我假設 這個箱的面膜是 哇 比較重一點 100kg 很重 好了 那 我首先畫一個free void diagram 即是我對箱畫一個孤立體受力圖 那它有多少種力呢 我假設 首先在地板上面 它是一個有Mask的東西 它自然會有重力 就是那個重量 W的Mg 好了 另外這個箱 因為黏了地板 箱是一件物件 地板是一件物件 兩件物件 有接觸 即是有Context的話 就會有normal force 我會當有先 如果不知道為什麼 我按到它是0 那就是0 沒有問題的 當它是有先 好了 那我會這樣畫 有個interface 這個是interface 指向那件物件的方向 R OK 好了 這樣 完了 畫完了 我們先看看 第一步 搞定 第二步 我需要不需要resolve vector 通常 如果我們會 如果我們會 起碼要在兩個 互相垂直的方向 這個是最好的 去到這樣 就不用resolve 例如這樣的情況 你看到 不行 三支東西不是成十字架的形狀 那你就要resolve 我們先看看這個情況 很簡單 這個情況 它是Linear 即是同一條線的情況 在十字架裏面 兩個力 都是沿著同一個軸的方向 那就不用resolve 好了 那 那 接著 我選擇 F等於MA 那 今次Linear force 是0 Linear force 你其中一個可以想的 就是很簡單 就是 向上的力 等於向下的力 所以R 就會等於Mg 這樣就平衡了 所有向上的力是R 所有向下的力就是Mg 那Linear force 為甚麼Linear force 為甚麼Linear force 因為很明顯它是advest的 即是它不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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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樣的話 R對Mg Mg Mg是甚麼呢 一百乘十 一千N 一千N 總共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Wave of那件物件是一千N 而地下的箱 的 相機是一千N 而地下的箱是一千N 而地下的箱是一千N 那 這兩個力就會平衡了 所以物件就會在那裏 不動了 有沒有問題 好 接著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搭電梯的例子 例子 我希望今集說一次 下一集就再說一次 稍微弱一點 希望跟大家搞清楚一些概念 好 好 假設有個人搭電梯 好 好 好 那我假設這個人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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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 就會畫上 孤立體受力圖 的 人 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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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首先 第一件事 buss的物件 人是物件 很合理 地球表面 所以這個 度上 數目 悲使 地勇 50乘10 500N 的度上 那 還有一個 人 和地下 是有接觸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平常的力量是地上給它 我們先當未知數值,R先好嗎 現在我的升降機向上加速 那什麼情況是向上加速呢? 就是你搭升降機 我的升降機由靜止然後向上走 那就是一個加速的情況 我當加速度是1m per second per second 即是升降機由原本靜止然後向上走 那它一定要經歷那個加速 假設這個時刻加速度1m per second per second 我想求回R的數值 記住,動物理一定想事情 不要用原始的想法去想 力量怎樣怎樣 不要這樣想 我們用數式幫我們想 Leg Force 等於MA 很多時候是你的開始點 Leg Force 是MA 在這個情況之下 Leg Force 就會是R-MG 為什麼呢? 因為Leg Force 和Wave 相反方向 那就是雙減 那為什麼R-MG 不是MG-R呢? 我的答法是兩個都可以 只不過你看看你怎樣設定證符號 好了,今次我暗示了 就是我會踢向Axelvation方向為正 Axelvation方向為正 通常計數比較容易 好了,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是R是正 W是負 所以就是R-MG 我們會計算到 那是R-MG 那就是R-MG 我們會計算到 是550N 比起人的重量為大 好了,計算完數之後 我們就能夠計算到 對應你的主觀感受,我們會怎樣想呢,就是其實你感受到自己的重量,你感受著重量其實是這個 你是靠地下給你的力氣,去感受自己的重量,你覺得自己的重量是平常的數值,而並不是你真正的位置 這個R也有一個叫法,就是你中文不太記得,遲些塗上,所以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下,就是靠地下向上加速 平常的力氣比起你的重量為大,你感受的平常的力氣就是你對自己體重的感覺 所以靠地下向上加速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重了,可以嗎?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結果,你今晚搭電梯的時候,自己感受一下,看靠地下向上加速的時候 你自己感受到自己重了,如果找一些快一點的靠地下,有些加速度比較大的靠地下,這個效應會比較顯現 你可以搭十幾次的靠地下去感受這個感覺 好了,可以嗎?我這個就示範了怎樣去思考一個物理問題 講回步驟吧,第一步是什麼?孤立體受力圖 第二,就是解決數值,但是這次由於方向性本身都很美 我省下一個步驟,不用做了,不用再拆拆領域 第三,就是使用F等於MA,如果你不用F等於MA想法,那你根本不是在讀物理 放低你平時的直覺,即是那些什麼,向上手去重了,我已經很少想那些比較原始的想法 所以我插聲鋸不了,總之盡量用F等於MA去開始你的分析和想法 然後滑動體稅圖告訴你,滑動體稅圖是R-MG,就代表MA 代上數字,你就會計得到,你想算的,你就會計得到的預算出來 當然,我們讀物理不只是讀數,我們懂得喘息結果 例如今次,我們知道R-MG是你感知自己重量的分析 你覺得自己重量輕了,其實不關你客觀的質量事 當然有些關關,但最主要是R-MG,如果R-MG大於R-MG,那次重量 如果小時候,那次輕了,可以嗎 由於時間關係,今集我會介紹一些簡單的例子 下一集,我會介紹DXC裡面常見的一些關於力學方面的一些例子 例如斜板,一些滑輪系統,一些承索和磨擦力系統 每個篇幅比較長一點,會悶一點點 但由於你真的想學物理,你的分析要詳細的話 你必須要喊過這些苦悶的,而下一次我會說這四項 如果你懂得用這四項,解決到很多問題 就算你大學讀工程,我之前在某間大專院校教工程力學 我教我大一的學生,都是教這堆東西 適用其實是很能力的,慢慢用心去逐步教練這四個步驟 你就會覺得,學物理真的挺有用,挺能力的 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去進行這個學習,一起走這條路 今集差不多了,由於蝙蝠有限,下集再見,拜拜